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1月15號 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盤後碎碎念 那今天要跟大家碎念的主題是什麼呢 其實在昨天的PP文章 以及在今天早上的廣播 都有跟大家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價位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價位 是在今天的扣底值在這個位置 17541 我說話就是在今天的盤 今天盤中會有三個跡象 一個是帶量站上17541的這個位置 另外一個是亮縮 那如果亮縮站上就很有可能變成是開高走低 那如果你發現是直接跌破這個價位 甚至把禮拜四的低點 17403都跌破 那你就要小心這個盤會轉弱 所以看到今天的盤 是走哪一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嘛 就帶量站上了17541的這個位置 所以看到今天盤 它就是一個亮縮站上 然後也大概算是一個開高走高的情況 所以你看其實為什麼一直跟大家強調 扣底值這東西非常重要 因為你學會扣底值 你就會知道說 哪一個價位能夠守住 盤是會偏強 哪一個價位跌破 盤是會偏弱 那這個概念除了用在大盤 也可以用在個股 所以如果以今天的這種狀況而言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設定說 今天的低點 今天的低點不要跌破 所以今天的低點就蠻重要 今天的低點17560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去關注的點位 如果假設在接下來幾天 17560這個位置都沒有跌破的話 那當然我覺得對於盤勢的一個反彈的想法 其實還沒有變化 我覺得大概就先看這樣子 那可是在今天的盤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那除了在講今天大盤之外呢 那還有一個東西要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個股輪動的情況 其實像今天盤是很強 我們知道今天盤勢是偏強 所以我們在今天操作的時候 一定就是找 看有哪些族群會特別突出的 像是在上禮拜的直播 或是在上禮拜三的文章 其實都跟大家講到伺服器的嘉哲 像嘉哲今天漲了多少 漲了6%多 欸不錯吧 上禮拜的文章是在這個時候寫的吧 好像在這一天寫的 這一天寫的 欸不要不要不要 股價這兩天其實也漲幅超過10%了 那大家覺得說 哎呀那個嘉哲這麼貴買不起 買不起的情況下有兩個 第一個是你可以買零股 第二個是你可以換到別的股票 所以像昨天的PP文章 也有提到關於像伺服器的金像店 欸今天也漲得不錯 今天也漲了5%多 所以可以看到像伺服器這個產業 其實在昨天的文章 就有跟大家提到說 就是在接下來 它會是一個成長性比較明確的產業 那當然像今天盤勢好 那這種成長性明確的產業 它就比較有機會 可以往上做突破 好那在今天的盤中 還有一個蠻特殊的族群 叫做十音元件 大家想說十音元件 真的好久沒聽到對不對 對啊十音元件浪很久了 那在昨天的文章 我給大家來稍微開一下 昨天的文章的部分 我可以看一下在這個地方 等我一下 當時有提到幾檔股票嗎 像是這個 加高 好那昨天有提到說 為什麼會看十音元件 就是因為在昨天文章有提到 這兩間公司叫日本電波工業 還有大真空 我一開始看到這兩間公司 想說他們到底是什麼公司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的股價 日本他們是日本公司 在股價在這幾天 漲翻了 你看它月薪都是一個大紅棒 所以說今天 那我在昨天文章就有寫到說 就會來看一下十音元件這個族群 所以像昨天的文章有提到 像是泰逸 八九 多少八九 看一下 他八二八九 他那個實在太冷門了 八二八九 所以像泰逸他今天也漲了七%多 那說或是像是做十音元件 還有像西華 西華今天拉到漲停板 或像是經濟 經濟今天漲了八% 那或是像是台枷塑 欸今天也還不錯 所以我選了一個最爛的叫泰逸 只是漲了七%多 不過像十音元件還有一段比較特殊的 像是 6174的安琪 為什麼 因為他位階超低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盤面 整個十音元件族群也算是 有蠻明顯的表態 就整個族群都在動 所以其實大概就證明的是 我們昨天的看法就是說 你去看一下說 因為台灣的產業其實 大多跟國外有聯動 那所以國外的股價漲 很有可能會把台灣這邊的股價也帶上去 那像昨天文章提到說 像日本的十音元件他們是上修彩測 所以說這邊針對十音元件這個族群 也還會持續關注大家能不能夠續牆 那像今天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族群 是在第三代半導體 比如說像是 像有同學問到的漢磊 像漢磊他們是今天也漲了6%多 那只是因為今天法會所以比較不確定 那還有像是整個車用的 比如說導線價的順德 今天拉到漲停板 或是像是同心電 同心電是因為外資它有調升平等 所以它今天股價算是特別的強 我還記得當時同心電 大概一開始的時候大概講到這邊吧 大概講到這個位置 現在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在整個盤 整個盤其實 可用之兵還是非常的多 雖然說好像很多股票在天上飛 不過你會發現說 其實都是各個族群 像剛剛提到的實音元件 提到的伺服器或提到的車用 或像是昨天提到的 比如說像P-MIC 電源管理IC的 比如說像帽打 今天也漲停板 那或是像是整個IC設計 比如說上禮拜四 有提到 不是 31 我靠我真的忘記了 3122嗎 昇拳 比如說在這一天有提到了 昇拳 它做IC設計的 它今天也是拉了兩根漲停板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最近的盤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族群在輪動 那當然我的想法就是說 盡量去找一些均線開口 不要太大的股票 它比較有機會可以發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IC設計為什麼會搶? 就是因為他們有打入像是元宇宙的概念 反正現在每一個會長的股票都說它是元宇宙 對不對 每一個會長都刷元宇宙 那可是要提到元宇宙就是今天的重點 為什麼? 因為元宇宙其實要看誰? 宏達電 其實你可以看到今天宏達電 找盤很強 找盤非常的強 但是盤中就突然給你這樣殺下來 所以說宏達電如果以它今天的線型 你會發現它是在高檔有爆一個蠻大的量 那像是這種高檔爆一個蠻大的量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雖然它目前的股價還能夠撐在5字均線上 可是它量越來越大 就表示越來越多人衝進去了 所以說如果假設有一天我們看到宏達電走弱 那你就要小心說這個盤的投機的氣氛會不會下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很多股票都是拉一根之後 隔天又重新拉了好幾根 所以說其實以這種盤面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熱的盤面 那為什麼這麼熱? 就是因為歸功在宏達電這個元宇宙的概念 所以看到像之前提過的 我記得15塊提過的劍達 15塊我當時還提在這邊吧 15塊在這天寫的 現在多少28塊 嚇死人快要翻倍了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看像整個宏達電族群 不管像是宏達電或是健達 或像是位數3508的位數 那或是像是跟元宇宙有關係的 比如說中光電 今天也拉到漲停板 所以看到整個這個題材還是非常的熱 那還有一檔像今天 早上有新聞叫什麼經國光 他說明年 他明年他的AR眼鏡會開始出貨 明年第三季開始出貨 現在股價就在漲 這是神經病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題材現在已經有點過熱了 每一間公司攤開來 他都說他是元宇宙的概念 的確像IC設計 他能不能有元宇宙的概念 可以 那你說像做這個VR眼鏡的AR的 有沒有元宇宙的概念 有 伺服器有沒有 有 所以這個題材非常的大 但是能貢獻營收的真的很少 你要知道 這個題材很大 但是能貢獻營收真的很少 要不就是未來很遙遠的一個夢 要不然就是營收占比超級低 所以說其實長到這邊 其實可以看到 從原本的宏達店先飆漲 到宏達店的集團建達 那到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奇妙的股票 也跟著搭這個元宇宙的列車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題材 已經熱到一個就是過剩了 懂意思嗎 所以說你看 就是以這個題材熱到已經誇張了 那當然如果假設這個題材降溫了 那我們就會去思考就是說 還有誰能夠接上 像之前畫工族群很熱 1721的三黃或是1727的中華化 像之前畫工族群很熱 那我也說過畫工族群 它就是一個投機性比較高的產業 那所以畫工族群現在冷下來了 換誰 就換元宇宙 那如果元宇宙這個族群 開始冷下來之後 還有哪一個投機性的產業 能夠撐得上來了 這個就是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不過其實我們在元宇宙也很早就講啦 那講到現在現在每一個都在講元宇宙了 聽了就煩你知道嗎 那只是說 我們在看盤的時候 就去看一下說 現在市場的熱度到底在誰身上 那這個熱度結束之後 有沒有其他的族群能夠補上來 就好比說假如說元宇宙這個族群 你真的開始轉弱了 那轉弱之後 能不能有另外一個 不管是投機 或者是投資 就是比較有基本面的股票 能夠撐得上來 都無所謂 反正只要資金還在這個市場就好 結果就是不要投胎 你可以投機可以投資 但千萬不能投胎好不好 所以說以現在的情況 市場這麼熱 當然我們也不用預設立場 就是跟著市場去走 那只是說像剛剛一開始節目提到的 就是今天的低點不能跌破 還有元宇宙這個族群 它不能夠轉弱 它這個火要一直燒下去 如果你發現有其中一個 不好的敗筆有發生的話 那對於這個盤 就會稍微小心一點了 好吧 那今天盤後隨隨便就到這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開始來講一下 大家的問題 大家的問題 我聽到了 44個留言 嚇死人 OK好 首先第一個貝爾 謝賽老師想請問一下 漢磊 今天亮真站回五日線 這是三天前的 且未來壓力的比較小 是不是一個不錯的進場點呢 其實我認為漢磊 它站回五日線 不代表是一個不錯的進場點 原因在於什麼 原因在於它現在的均線排列 還沒有很對 而且我覺得它今天大漲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它今天下午要開法索會 所以我覺得一定有人會先去賭這個東西 那當然 但以這檔股票 我就說過它 我認為它還沒有走完 因為畢竟你可以看到 下方的均線 這邊 這邊 其實都還沒有破 所以說我們針對這個 股票就已經上漲 那我只能說 在當時的可能接近這個起跌點附近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的小心一點 那我覺得等到均線排列正確之後 再來看它會比較好 因為均線排列還不正確 就表示它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盤整 再來下一題 瑋瑋 非常感謝阿星老師的解盤 不客氣 感謝你的收看 再來我有一隻小貓貓 這什麼 什麼奇怪的ID 謝謝瑋老師解盤 想請問一下中華化昨天守紅K底點 今天撐在五日軍線上 那未來是否還有機會轉上呢 1727的中華化 好它撐在這邊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市場上的資金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熱度結束之後 它會往到下一個熱度 就我剛剛提到嘛 就是化工族群冷掉了 那資金就移到誰身上 移到元宇宙 那元宇宙冷掉之後 會流到誰身上 就不知道了 所以說你看喔 就我們在看 這種投機的族群的時候 因為市場資金只有一套 所以你發現這個題材冷掉 有另外一個題材變熱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你要去思考就是說 這個變冷的題材 它會不會 就資金就已經被移走了 那一個題材如果沒有資金的話 它要上漲的可能性 就會比較低了 所以像中華化這種投機性的股票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上禮拜的量蠻大的 所以說這個禮拜量縮整理一下 先讓它整理一下再說吧 因為這個禮拜的量應該不會這麼大 所以先等它量縮整理一下 反正像這種大量十字K棒 你就要小心低點是不能破 破的話 或整個無日線跌破 那你就要小心這種股票會轉弱 好那看到下一題 Bobby 謝謝老師盤後有興奮 你真的盤後真的 其實我覺得盤後講的很多東西 應該都對大家蠻有幫助 因為這就是我們平常看盤的一些想法 跟有這個想法 你才能知道說 你該如何去設定你的操作策略 再來 汪Davy 謝謝老師的解牌 加上PV文章學到很多 想請問一下華新 週量增是否站穩壓力27.65 配合扣體值 下週有機會往上 1605的華新 其實像這種就是傳產股 我最近資金就不在他身上你知道嗎 傳產類股很強 基本面都不差 但資金就很明顯在電子股 所以你會變成說奇怪為什麼 那個什麼鋼鐵啦 拿那個什麼原物料啊 每個貨利都很好啊 為什麼股價不會動 因為資金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說資金到底在哪一個族群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族群性 在這個市場上族群性是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現在市場上到底是 哪一個族群是能夠被大家青睞的 懂意思嗎 那像是華新這種股票 我覺得你要注意的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比較大的缺口 你看到嗎這邊有個缺口 所以他現在剛好就打到缺口附近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不好的情況 因為他剛好打到缺口 變成說他壓力就在頭上 所以這個東西 我會等他看他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缺口再說吧 再來下一題 口吃王日記 口擠王 請問老師 旺宏跟華邦店是碰到下跌趨勢 可能需要整理一下 旺宏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差不多你知道嗎 當時文章是寫在這一天 我記得文章寫在這邊 寫在多少 寫在36塊附近吧 現在已經42塊了 10幾%了 那像旺宏這種股票呢 我的想法就是說 你看喔他現在周線 他上禮拜已經開始 很大一根了 沒錯吧 上禮拜蠻大一根的 而且你要注意一個東西就是什麼 你要注意到這一根 跌破K棒 他的高點 就會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這個觀念你去看前幾集的影片 就跟大家提到說 像這種很大根的跌破K棒 他的高點會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你看到壓力在附近 可是股價震盪我覺得是難免會發生的 尤其是上禮拜的K棒還這麼大一根 這個是在旺宏的股份 再來 Oliver 謝謝最帥的阿信老師 辛苦了 不會感謝你的收看 再來 這怎麼唸 B-I-N-A-N-C-A 不好意思那個英文不太好 老師如果航運還在船上 萬海岸廠樓 目標還沒到 你會怎麼看 我不會看目標 因為通常來說目標都不準 真的目標都不準 你看到的所有 不管是 我給大家看 就是比如說我們看 看一下那個 比如長榮好了 你看一下那個機構平等 紅遠給他多少 365 神經病 統一給他多少 143 143好像還有點可能 紅遠都給這種 就是亂七八糟的數字 37多 你覺得這種數字會到嗎 我跟你講啦 你在看這種外資 或是本土投信的報告 跟你說你就是看看就好 因為他的目標價絕對 不是說絕對 八成不準 八成都不準好不好 會準 他們也不用當研究員 真的是這樣 就是你在股票市場 你不要去預設太多立場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突然轉弱 OK嗎 所以我不會去預設 股價的立場 那我只能說 像這種航運族群 如果以現在來說要止跌的話 那你就要先觀察一下 這一條五日均線 能不能夠站得上 因為我記得當時在這邊吧 當時我還記得畫這一條線 這一條 我不說這邊就是一個壓力點 這邊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你先看一下五日均線 這幾天能不能夠站得上 反正如果這幾天 這幾天股價能夠守穩 只要能夠守穩就好 他不要進攻 因為這幾天壓力是大的 所以他這幾天壓力大 那股價只需要守穩 如果守住 他能夠站上五日線 他就比較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反彈 那只能說 先看有沒有站上五日線再說吧 好吧 再來看到下一題 King Jack 感謝老師的分享 不客氣 Why way 宇宙帥老師 雖然是趕上熱潮 元宇宙熱潮 今天大盤是暗示 明天可以找股票做空嗎 我哪有這樣講 我都是講說指數看到有沒有守住五日線 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會 會有比較高的警覺性 那不代表要做空 懂意思嗎 就好比說我剛剛講的 元宇宙轉弱 那可是元宇宙現在轉弱了 還沒有 那元宇宙還沒有轉弱 那只是說 因為宏達電已經開始有一點 就是高檔長不上去的概念 所以說會小心一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個指數 他都還撐在五日均線上 我就覺得說這種情況就還OK 那只凡是不要跌破嘛 再來下一題 這怎麼念 張金凱 每次聽信哥這樣分析 不要說信哥啦 信小弟弟 真的比昨天都進步一點點 謝謝信小弟弟 5519 5519什麼東西啊 龍大 這下面勾票 5519什麼股票 好冷門喔 像龍大這種股票 那就是 做什麼的啊 資產 是因為看到最近台積電去高雄設廠 所以說這種股票會漲嗎 像這種 之前都沒什麼量的股票 我真的不是很愛 那這一根感覺也是因為 台積電要去高雄設廠 所以搞得好像就是 高雄的房地產會噴飛一樣 但我覺得說這種東西 好像市場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像這種股票 我的想法就是先看一下它的線圖 尤其是上禮拜的量這麼大 上禮拜創一個近期最大的量 所以這個禮拜 它量縮的可能性應該會比較高一點 那等到量縮整理之後再來看吧 再來下一題 LIU Edit 謝謝最帥的阿欽老師 想請問一下被套元件2456 還有解套的可能嗎 被套元件是套到一個 無地自容 套到一個翻掉這樣 像奇力星 欸奇力星也蠻強的 可是奇力星今天那麼強 那我這樣講 像這一檔股票啦 你就是注意一下這個缺口 今天有站上 但站上缺口 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均線壓力 所以說像這種股票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跌身反彈 它就是一個跌身反彈 尤其是你看它的營收 欸 欸這什麼爛營收啊 你有沒有發現營收已經開始在衰退了 有吧 營收很明顯衰退了 那再來看到被動元件的國巨 龍頭國巨 國巨從之前的三位數成長 變成現在只有雙位數 它之前有講到嘛 為了維護市場的和諧 所以要不漲價 狗屎 你產品賣到翻掉你會不漲價 我才不相信 那一定會不漲價一定是有問題 所以像國巨這種股票 我就覺得好吧 整個被動元件 我會稍微小心一點 再來 謝謝老師說的很仔細 媽媽吸收比較慢 謝謝地方媽媽的收看 這個後面的日文我還是不會唸 這是什麼 ありがとう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不懂的 就記得問就好了 反正我就是 反正我也都是按照大家的留言 這樣唸下來的 再來是 怎麼唸 缺位 帥氣的阿信大 請問一下安吉怎麼看 六四七七的安吉 像這種就是做太陽能的 你還記得我之前說過就是 太陽能這種股票 就是如果它漲 就代表盤很爛 它跌也代表盤是好的 有發現嗎 太陽能啦 生技啦 風力啦 這種跟大盤就是呈現一個 反向關係 就是盤很爛的時候 你就去看這種 沒有基本面的投機股 那盤熱的時候 你一定是往什麼 往就是比較有基本面 或比較有題材的股票來看 那安吉在禮拜五殺了這麼大一根 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台灣的太陽能 沒辦法被美國採用 這個我早就講很多遍 我說你不要把 你不要以為 美國拜登的基礎建設 要弄太陽能 台灣就吃得到 我跟你講台灣吃不到啦 不可能啦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因為台灣太陽能的技術 真的還不行 就這樣子 除非他們有一天技術轉好 那之後再說 所以我對於台灣的太陽能 我實在是 興趣缺缺 好吧再來下一個 智傑謝謝老師分享 謝謝老師已分享 沒錯 都忘了講 看待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再來 Carter Chan 謝謝世界無敵宇宙帥 拉星老師 想請問一下 昇華科 這個就是會講話 世界無敵宇宙帥 真的是 太厲害了 好 昇華科 這什麼股票 感覺是生技股吧 對啊 你看剛講過 生技股 太陽能 風力發電 就在什麼時候 盤爛的時候才有機會 所以現在盤很好 它就一路跌 那這種生技股票 我說真的 你在做台灣的生技股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很少會有像這一種 藥滑藥這種 藥症通過 藥症通過 當然就一翻兩瞪眼 那可是台灣的生技股 普遍來說 真的是 很難會有什麼 營收 尤其是新藥 你看那個營收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你看那個 虧得亂七八糟 所以台灣的新藥 我真的覺得 自己小心一點 我不能講什麼 但我只能說 我不是很喜歡台灣的新藥 台灣強的是在什麼 是在醫美 跟醫療器材 絕對不是做藥 你要記得 在看產業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個產業 到底是強是強在哪裡 台灣的 強項是在醫美 跟醫療器材這一塊 絕對不是在做藥 因為做新藥要花非常多的錢 所以很難 台灣的產業 經不起太多的錢來燒 你就記得就好了 好再來下一題 Irene 謝謝帥氣阿信老師 想請問一下遠傳怎麼看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其實遠傳最近很強 不要說遠傳 中華電都很強 台灣大沒什麼動 遠傳 其實 這種股票其實就不太會動 你知道嗎 這種股票其實不太會動 就是他們會倒嗎 我覺得不會啦 那只是他們也不太會動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在這個位置 你看這個位置 這邊有個缺口 一個缺口 你就把它連過來 就讓大家知道 現在大家壓力在這附近 大家這樣看就好 不然遠傳 我真的這種股票 我真的不會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太牛了 當然如果你是想要領一個配股配喜的 那我當然覺得OK 只是我覺得對於台灣電信股來說 我覺得最要求的就是說 現在市場上一直在殺價競爭 這些電信股票到底有什麼 題材或是優勢 能夠讓他們獲利增加 我是比較好奇 因為像我們之前知道 499之亂 399之亂 以前吃到飽要1000多 現在吃到飽要399 那請問一下你 你這些網路電信商 你蓋這些記憶台要不要成本 要啊你要成本 那可是你收的錢又比別人便宜 又比之前便宜 請問一下你錢從哪裡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配股配喜 也是還OK啦 但你看前幾年都是3.75 他現在剩3.25 中華店我記得好像也是一樣 就前幾年有配到4塊5塊的 他現在配股配喜其實也比之前少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的電信業者 就如果你要來做個配股配喜 我個人是覺得說沒有這麼的漂亮 再來 想不到 老師真的想不到 老師請問一下中興店我買在39 打算45塊出 有機會嗎 我不知道欸 但我只能說中興店 他之前就卡了一個爛東西 那個董事長什麼弊案 什麼新聞吧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到這邊 但是我只能說這種股票就是 跌身反彈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所以這邊會是一個超級無敵 世界大的壓力 你先記得這個就好 再來 口即王日記 你問過了 不能再問了 再來下一題 EUNICE 這我也真的不會念 想要請問老師高計 這個雜碎這樣子嗎 不是高計 高計 高計是做車用PCB的 這種股票 他就感覺就是好像盤著 那我 我只能說 這種股票現在就是 上游壓力 下游支撐 支撐是這條 月線的 MS 但是你會發現 他現在的股價還佔不上月線的MA5 這種股票佔不上 我跟你說 他這個月佔不上 你下個月真的要小心一點 他如果這個月還佔不上 你最後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樣了解嗎 像這種股票 他月線佔不上MA5 你接下來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再來下一題 戴眼鏡特別帥的帥哥老師 這個就是會講話 想請問一下 真頂後續的走勢 真頂 這種股票 就是一個跌升反彈 然後剛好在這個位 這個位置是一個超級大的壓力 這邊有個缺口 那我只能說這種股票 我對於蘋果供應鏈 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你知道嗎 因為蘋果供應鏈其實我就覺得爛掉 這個題材被炒爛了 然後這種股票 你就去看嘛 就是去看一下這一條線 看一下這條十字線 你看過去 股價跌到這邊來 他有撐住 所以在接下來 你會知道股價不能夠破這條線 如果破這條線 你就很擔心說他會不會轉弱 所以像這種跌升的股票 就這樣看 好啦今天已經講到26分了 不然講下去了 不然美工要殺人了 因為我們每天時間有限 所以如果你今天問題沒有回答到 你可以在今天的影片下方 你再留言問我一次 那反正 我回答這個問題 都是按照順序來 不然超多 超多 我都按照順序來 所以說 我不知道它怎麼排序的 你知道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排序 因為我沒有特別按什麼 就是我沒有特別按什麼排序依據 沒有 我就打開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 熱門留言到底是 誰樣會變熱門留言 我也不太知道 大家可以繼續Google一下 反正我都是按照順序降來唸的 好啦 反正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收到最近通知內容 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掰掰